接下来我们看原来是运动的保持运动 这也是考试也出过的 刚才是突然前进的公车 人会向后打 现在是突然停止的公车 人会向前进 现在我们来看守 怎么会很起 首先我们用书本将直属一段铁刀 另一段用招待布局在这上 张脸部运动的小水人 切放在玩具圈的全屏上 再将玩具圈这个真实较高的一段 将玩具圈释放 当玩具圈撞到体后 会发现小水人继续前进完飞机车 由于上次看守所的形式 运动的运动 运动的运动手外的作用 或所修外的运动的运动平时 则会保持运动的运动的运动 关系 OK 这就是原来是动的保持动 然后挥动手背 手上的水会飞掉 就是你手上沾水 用一挥 然后你手停了 然后水会保持运动就飞出去了 就跟那个狗在那个脱水中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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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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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船的旁邊 你不會飛走 因為你們會保持一樣的運動 會保持一樣的運動 所以可以漫步不飛離 這裡就是垂直上拋 會掉回來 掉回來 水平分析海 上面水平分析 加坡彈結之後 對水平分析海 各國的統統主主 各國的地方 要不動 大家會動 更速動 在水平分析海上 各國的地方 各國的地方 又會共同發動 有種的運動 這也會有個小問題 它往下的東西越動越快 那為什麼要不要原地 我不告訴你哪 你剛才是便宜的單數對不對 那你就覺得好正常 那往下的原地越掉越快 那為什麼會落回原地 請你要思考 這裡其實是高中要扯的事情 但是你就想一下 剛才那個東西就是 你看電影上拍的 飛機丟炸彈 一種 鏡頭是從飛機艙往下拍 你會覺得炸彈是直直的掉下去的 因為炸彈跟飛機有同樣的速度往前 所以你就想直下去 可是如果你站在地上看那個炸彈 你會覺得炸彈是走一個彎彎的線 一邊往下掉一邊往前飛的 就是觀察者位置不同的關係 但是就是這句 我原來是運動的 我繼續保持運動 這就是保持運動的慣性 跟各位的說明跟舉例 OK嗎 OK